关心一下GG严明熙 接下来会是即将担任许冠杰的表演嘉宾 最近要好玩演唱会2024 30日开始第一晚是龙亭小姐 第二晚31日是严明熙做嘉宾 4月1日都是GG梁明琦做嘉宾 各自出任其中一晚的表演嘉宾 三晚同时也会有香港儿童合唱团坐镇 而刚刚看到郑丹瑞的频道健康蛋 其实早几天截录了一段 Gigi和歌神作一个最后的 band 哭 接下来会入台 入台当然会继续哭 唱了一首合唱歌曲 轻轻小事牛刀 大家有些大赞 鼻箭密罗紧固 看看他当晚会不会有一个独唱机会 应该会有 因为主角要休息 要拿一拿去 自己拿个休息 交给Gigi可能会独脚气 下半部分说一说 他接下来会有一个演唱会 说他很忙 又要读书 说透露了一首歌 暗示 但我未必猜到 粉丝如果知道 或者有什么想法 不妨留着自估一下 他还被Sam和郑丹帅大赞 说会说话 Gigi 龙婷当然也有跟Sam哥在做彩排 各自分配了不同时间 其中头场的嘉宾龙婷在彩排里 挺淡定的 但他说内心很紧张 彩排就认真地彩 来不及紧张 但实际紧张得很紧张 他也是会担任嘉宾第一晚 大家都好了 第一晚龙婷的粉丝买票 第二晚就Gigi的粉丝 看看到时会唱什么歌 大家都说好像做梦 兴奋得不一料 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个身份 能够跟歌神在演唱会同台合唱 还有是做歌神嘉宾 你怎么会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粉丝也没有想过 真的 然后彩排了冬暖 冬暖 冬暖 对不起 不是暖暖暖 是温暖的暖 冬暖 冬暖 彩排的时候 都是八九成试的 正式试对 所以到时唱一定会更好听 如果那条片你觉得很好 到时现场会更好 更加好 或者超级好 就和Sam不停讨论细节 他应该在郑丹岁还有一个直播 但他似乎还没有转载到Youtube 或者是否设定了会员 应该当晚是在不同平台有做直播 粉丝留个字 补充一下 又说很紧张 为什么这么紧张 他说 因为 今次有郑丹岁 有蛋哥本人在场 蛋哥随即转数快 大过女儿 懂得说话 就说大赞 好懂得哄前辈 挺好 大把世界 又乖 又肯学 又学到 又做到 有时你要练 肯练 肯练 未必练得到 有很多人都未必肯练 Gigi出名肯练 我们选手初期已经说 这个练习很疯癫 会练到天分地暗 我也是感觉 我阅读完它之后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现在你看到 对 练到天分地暗 很多人都肯练 但是未必练到效果出来 肯练 又练到东西 然后又虚心 又听话 又乖 又有个无限的发奋向上的动力 看看接下来的机会继续陆续有来 而且是高大 因为以前的衣服挺漂亮的 我突然找回两件 这件左边是光明顶 有一年 好像今年还是去年 然后白色那件当然是演唱会 挺漂亮的 有些隐约 即是显露到它的优点 这样就遮掩点 可能是缺点的地方 这样就相当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 Sam哥这一部分 我们讲完了 祝三场都顺利 祝Gigi和龙婷 以及梁敏琪 都顺利演出 到时又有些影片看的 即是不同的拍摄组 拍摄组就交给他们 那些不同的频道 专门拍摄的那些 我们免得提一个又不提一个 其实我只记得一个频道 应该都是你和我都会记得那个 两个字 一个字没有 一个数字 一个英文字 我只记得那个 有很多的 其他也有 但是 那个拍得多些 那个专门的 甚至是几乎无一错过的 他全部拍了 看回那个演唱会 Gigi自己 原来他在2月中期 就说 突然想到一首 《沧海为珠》的作品 就想代替原先他歌单的某一首歌 于是马上通知演唱会团队 就是在群组里面表达 然后他透露这一首是他小时候会听的歌曲 那个意义 对他非常之好 因此很想演绎这首歌 在show上面 会再和大家深入讲解 为什么对他的意义 是有多深 他拋一些线索给大家 这首是他在小学时候听的 普通话歌 来自一队组合 算是励志 而且这首歌 和他原先选的歌曲 内容有些相似 但也很难估计 我真的没得估计 但他第一时间 我乱估 这里突然想到 标到一首歌 他一队组合 又国瑜 又小时候 我 五月天的歌 不知 乱临 无法用一首 无关事 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一个灵感 第六感 可以错了 但如果粉丝知道 不妨留一字 又给我们八下 他说艺人 经常被网民平头品足 他很平常心 他准了一个金句 永恒的金句 有人说 总好过没人提 是真的 其实不看就不知道 他们说饱他 帮你震烈度 自己不看就没烦恼 那些粉丝会看 粉丝会帮Gigi 骂人 不过也不好 最好是不要回应 你骂他 那些人是得戏的 你越骂他越过瘾 仇怨又没了 不过不骂不骂 怎么也有些粉丝 是顶不着骂 但当时人不看 就不知道 就没得生气 他很厉害 又是很坚强 他还说 一样 他的内心 很强壮 就是 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负贫 而停止身上试 暗示 他未来的服装 都有机会 少少一些健康的性感 看看到时会不会 另外音乐 当然无限地去尝试 他早前也说自己在练习不同的技巧 他说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已经预计过往有些造型会被批评 的确 现在的他和以前很大分别 又可能会偏向极端 所以有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自己 他也明白 是的 你在中间 喜欢你 不喜欢你的 也有 是吧 你越来越去 越来越走 其实你吸到某些人 但你又失去了某些人 只不过拿捏是 如何做到最平衡 没有了 所以很简单 很残酷 也很直接了当 很简单一句 就是你试来试去 有多少人 最后是很多人喜欢你 那你就成功 有些人试来试去 尋找不同风格 不断强化自己 但他总是没有人喜欢他的 或者不喜欢的 不知为什么特别多 我没有对应谁 就是说过一件事 一件事 你在中间是最稳定的 但你又不会开拓到更多的东西 你一定要尝试 那尝试 你如果每一次都对 你就成功 你每次都对 你赢得硬 你每次试的东西 你都计得对 全部人都喜欢 自然好 但始终会有一两次 不可以 那就是一路一路下去 能够吸多少喜欢 或者连不喜欢那些都慢慢喜欢 成功 好像古卓文 又容许跳出 他开始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其实你回顾回顾 古卓文我先说一说完 他最初挑 李浩森 其实大家很不喜欢 但后来一直 他用那个非常无穷的斗志 让他进步自己 让大家看到 他如何面对看待这个比赛 那个态度慢慢慢慢 令人喜欢他 而本身喜欢他的 就更喜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程式 很简单 但做起来相当不容易 他说 未来 无论大家 对他的造型是如何 继续评论 即使是坏 好 固然好 坏的评论 他也是预料之中 但他仍然希望尝试更多风格 要找到一个真正合适自己的感觉 就对于性感打扮 大女儿的Gigi 就愿意接受一些健康的性感 看看大家怎么看 为他作各种的祝福 来近是31日 即是星期日 到时就等一些拍摄组 也好出一些影片 或者粉丝也会拍摄 到时靠你们 分享他晚上的演出 会是表演什么 希望会有一个独唱歌曲 应该有一首吧 如果一两首就正了 发达了 那些粉丝 然后就看看 许冠杰这个歌神 当然不能够忘记他的 我们再提到 他这个叫做 许冠杰最紧要好玩演唱会 2024 要买票的应该都买了 预祝大家 到时可以有一个好好的观赏体验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一下 还有留个字 按个like那些 多谢收看